圣灵私行救赎第125讲 成圣的第六个主题 F 成圣的作成者和工具或者是方法 成圣是三一真神的作为 但是更明确地指出是圣灵的作为 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一节说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就是父神的灵 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么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 就是父神 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就是父神借着圣灵 使你们逼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这里是三一真神三维体的 叫一个很重要的一节的经文 圣灵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是指父神 耶稣基督的复活是 父神使祂复活的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就是父神的灵 圣灵是从父而出的 当然也是从子而出的 所以这里教导的是 圣灵是从父而出的 既然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父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因此父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灵 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所以住在我们里面的是圣灵 使我们成圣的 使我们身体活过来的是圣灵 当然这里最重要的是 指将来的身体复活 但是罗马书第八章全章 是在讲今生的成圣的 罗马书十五章第十六节 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仪 做神福音的祭司 教所献上的外邦人 因着圣灵成为圣洁 Sanctified by the Holy Spirit 被圣灵成圣 可蒙越南 这里 不能再清楚了 Sanctified by the Spirit 被圣灵成圣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 也是一样的 借着圣灵得以圣洁 以致顺服耶稣基督 由蒙他血所撒 根据父上帝的预知 在圣灵的成圣中 为了是顺服耶稣基督 在圣灵的成圣中 中文翻成 借着圣灵成圣 总之呢 很明显的 是圣灵的工作 成圣 特别是圣灵的工作 这一点 在现今的时代 特别的重要 因为呢 今天呢 教会 就是信徒圈子里面的人们 也终于从 人类学的角度 或者说 从人的角度 或者说 以人为中心的方法 来研究神学 这个是讲到 研究神学方面 从人的角度来研究 这种的 以人为中心的神学呢 是单方面的 呼吁人 去在神的活动里 服侍 这个是指新正统神学 巴特和布伦纳 所影响之下的 一些的二十世纪的神学 不单单是他们两位 还有其他的 在我们中国呢 假如说 当时一九三十年代呢 这种的 以人为中心的神学 特别是 一面道的 讲人要在神的果度里 服侍呢 首推两位 就是吴雷川 口天吴打雷的雷 四川的川 第二个是吴耀宗 就是三字运动的 第一位的主席 他们两位呢 年纪差很远 吴雷川呢 是在 1898年 拿到状元 但是那时候 没关注 回去 服侍他的 病老的父母亲 先后去世 1915年 信主 或者是1915年 他归信基督 他在圣公会里面 受洗 他是听到青年会 基督教青年会 YMCA 一些美国的 所谓布道家 归义基督的 布道家是 John R. Mott 穆特先生 他后来1912 13再到中国去 搞教会合议运动 另外就是 Sherwood Eddie 艾迪先生 他们传的是 登山宝训 耶稣的人生的教训 所以他们所谓 信主的意思呢 就是说 被耶稣的人格 这个 耶稣这个 很热的 热爱的人格 感染了 他们要追随 耶稣基督 那吴雷川呢 先后写了 不同的文章 不同的书籍 那前前后后呢 他有一点点的 改变他的神学 就是说呢 比较早期的 他会说 耶稣来 是要 做王的 然后呢 一直讲到 1936年 也是这样子的 1936年 他所出版的书呢 至少在 二十世纪末呢 在自由派的 华人神学院呢 还是拿来 当个书 差不多必读的书 那本书呢 就讲 耶稣基督 来是要做王的 那他的同事 赵子成 当时呢 两位都是在 燕京大学 吴雷川教中文 赵子成在宗教研究所那里 任教授 就被赵子成呢 严厉地批判 他们两位都是 在他们所出版的 的刊物 《真理与生命》里面 刊登很多的文章的 所以赵子成呢 特别地批判他 然后他后来再 修改一下 说耶稣要来做王 不过呢 失败了 所以呢 是一种很悲剧性的人物 这样子 死的 当然就没有讲复活了 但是呢 不论是吴雷川 或者是吴耀宗 青年的吴耀宗 吴耀宗 1940吧 我记不起那一年 出版了 《社会福音》这本书 他们二吴呢 都是讲 奋斗 服务 救国 赵子成比较早一点 1920年代呢 讲人格救国 很乐观的 那是 隔共合作的那段时间 但是到了日本人来的之后呢 1937之后呢 他们讲的是奋斗 也要支持政府嘛 奋斗 服务人群 来救国 那这些呢 肯定就受到 自由派 新政统的 美国来的神学 所影响 或者欧美来的神学 所影响 一面道的 呼吁基督徒 要在神的国 他们所谓神的国 就是一个 博爱的社会 那里去服务 他们 这些 但是呢 这些新政统的 对不起 所以呢 这些新政统 所影响的 服事 服务的神学呢 是一面道的 因此呢 波克福说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强调 有必要要强调 是神 而不是人 才是 成圣的 创始者 那这个是讲 新政统的 下面一句话呢 是讲 美国的 基督教人 是一种的 多年来的精神 activism 活动主义 他说活动主义呢 是美国 宗教生活的 一种典型的 你可以说 一种精神 一种的特点 活动主义所荣耀的是 人的工作 而不是神的恩典 那到了今天 21世纪 还是一样的 美国人喜欢活动 所以他们的诗歌 很活泼 传福音都是很主动 向外的 他们都要强调 教会有很多的事工 要参与等等 不知不觉呢 就荣耀了人的工作 而不是荣耀神的恩典 所以波克福说 因此有必要 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 成圣呢 是称义的果子 若没有称义 不可能有成圣 而在整个的 救赎罪人的工程中 不论是称义 成圣 都是神的恩典的 所结束的果子 因为神的恩典 这个恩典就是指 从创世以前的预定 然后在耶稣基督 十字架和复活的成就 结束的果子 就是称义和成圣 而成圣呢 若没有称义 是不可能的 人虽然有特权 能够与圣灵合作 与神的灵合作 但是他能够如此行呢 都是因为 唯独因为 有圣灵 每天 赦下能力给他 人 在灵命上的成长 不是自身 努力的成果 乃是 神恩典 的工作 和的作为 人 因为他自己所做的 他所付出的 是不能够讨任何的功劳的 再来一次 他作为一个工具 这个器皿 他所付出的呢 是一点都没有功劳的 从成圣是人 潜意识范围中 所产生的事实来看 成圣是由圣灵 直接所做的事 但是从成圣是信徒 有意识生活中 这个范围中的作为而言 成圣是由圣灵所 运用的各种的方法 或者管道 所做成的 或者说呢 在这个 有意识的 信徒的生活中呢 是圣灵用这些的方法 所做成的 好 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 伯格夫怎么讲 恩据 圣灵所用的方法 第一是神的话语 我们与 罗马天主教的 官方立场 是相反的 我们认为 圣灵所用的 主要的恩据 是神的话 下面这句话呢 你先听一听 伯格夫这样说的 他说 真理本身 没有使圣徒成圣的 足够的功效 但是呢 圣灵会使用真理 而且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 恰当让圣灵使用的器皿 来做成 成圣的功 我是在1971年 精神学院 我是布兰姆的学生 所以呢 我大概不会 好像伯格夫这样来表达 说真理呢 是客观在那边 本身没有功效 来圣化 信徒 但是呢 是一个很恰当的工具 或者很恰当的 让圣灵来用 来使人成圣 弗兰姆会说 神的道本身是大发功效的 当然神的道 神的话 或者真理呢 有不同的层面 但是呢 我们就不会把神的话 说成是无能的 无效的 然后圣灵用了神的话呢 就有效了 今天弗兰姆所写的 《神的话的教义》 或者圣言论 这本书呢 就给我们 有更深的体会 从神自己 像譬如说 亚伯兰讲话 一直到圣经 都是神的话 然后呢 到圣灵启迪我们呢 是不同层面的 不同层次的神的话 好 总之呢 圣灵与神的话同工 那这个是没话说的 那个是肯定的 好 我们继续看下去 圣经列出了 圣洁的操练 和一些的 行为 或者品格的一些的 客观的条件 就是说 为什么 神的话是让我们成生的 第一 圣经告诉我们 若要有圣洁的操练 有什么条件 我们应该是 心如何 口如何 行为如何 不然如此 神的话 也给出种种的 动机和诱因 来激发人 活出 活泼的 茁壮的灵命 圣经更加以 劝勉 禁止 还有各种的范例 来指引 成圣的方向 圣经本身就给我一个 客观的准则 又来感动我们 禁止 劝勉 来给我们例子 来教导我们 我们来读 彼得前书第一章 二十二节 来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 洁净了自己的心 以致爱弟兄 没有虚假 就当从心里 彼此切实相爱 这里又是命令 又是一个标准 就是说 是要从一个纯洁的心 来切实的相爱 这个我们都是要追求 要努力去追求的 好 彼得前书第二章二节 来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像群生的婴孩 爱慕奶一样 叫你们因此建长 以致得救 好 灵奶 所以神的话呢 是叫我们建计的 所以神的话本身有能力 使我们长大 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 来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 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 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所以圣经里的应许 或者约里面的应许 是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 逃脱这个世界的败坏的 再来 神的应许本身 我们要抓住相信 领受活出来 就是我们脱离情欲来的败坏 我们在前几堂呢 已经读过了 那神的话怎么成为恩惧呢 透过很殷勤的读经 听到 然后有忠实的讲道等等 加上默想 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第二个恩惧 第二个方法是圣礼 Sacrament 圣礼 根据罗马天主教的教导 圣礼是最高级的恩惧 我提一提 恩惧 Means of grace M-E-A-N-S Means 恩惧 Means of grace 恩惧这个名词呢 比较早的是天主教先用的 然后呢 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都用这个概念 但是我们用有不同的意义 罗马天主教讲到恩惧的时候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借着神父所颁发的弥撒圣参等等呢 耶稣基督的救恩和他的意就一点一滴的 就注入到我们的生命中 也就是说呢 我们逐渐得救 一步一步的诚意 这个是我们宗教改革的后裔们是不认同的 再来 所以对罗马天主教的教会来说呢 圣礼 他们不只有两个 有七个 婴孩洗礼 婚礼 坚信礼 最重要是弥撒 还有连婚礼都是圣礼 最后那个是临终的墨游 就死之前神父来墨游祷告 还有要成为神父兄弟那种的誓约等等 宗教改革的基督新教们 就是新教徒 就是我们路德宗改革宗等等呢 就认为呢 圣礼在权威上呢 是服在神的话语之下的 甚至服偶尔会称他们为能看得见的神的话 或者看得见的道 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说是神的话的试听教材 一个示范 A visible word 能见得到 圣礼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象征 是一个印记 他们象征印记 神的话里面用话语来表达的真理 不过它是用水 饼和酒来象征 而且是这个图状这样子的 来印证这些圣经里的真理 他们可以说是一个行出来的道 acted word 将真理很生动活泼的表现出来 圣灵也借着圣灵 作为我们再一次的 做圣洁操练的一个的场合或者机会 圣灵当我们领受洗礼或者守圣灵的时候 圣灵也用这次的圣灵 来使我们有圣洁的操练 也就是说再一次的献上自己 抓住神的应许 再一次向神表达我们的爱 我们的圣服等等 圣灵不单单是浮在神的话语的权威之下 不但如此 也就是说 没有神的话就不能存在的 圣灵是离不开神的话 而且因此 圣灵中必须要有神的话 伴随着 比如说圣灵必须要读出神的话 特别是耶稣基督设立圣灵的话 或者保罗引用耶稣基督设立圣灵的话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总之呢 我们是用神的话 用神约里面的应许 来施行洗礼或者圣灵的 我喜欢用的讲法呢 是当我们举起圣灵的杯的时候 耶稣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心约 那月是什么 月里面有很多的应许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酒 这个杯是象征着月中诸般的应许 所以我就会说 亲爱的 看啊 神在基督里要给你的 诸般的美好应许 你纪念它 领受这个杯吧 其实是异议了 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心约 这句话 看啊 神在基督里给你的美好的应许 你凭信心纪念它和这个杯 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 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 所以洗礼是一个象征 象征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死 在死中与他联合 也是一个印证 与基督同时的印证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第十三节 我们不去世 犹太人是西里尼人 为奴的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In one spirit We are all baptized 我们都在同一位圣灵里面 领受洗礼的 也就是说从他受洗的 所以圣灵用洗礼 来使我们归入基督 成为一个身体 隐于一位圣灵 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 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为我们 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他的怜悯 这是重生的洗 和圣灵的更新 这里不是在讲洗礼 我不晓得为什么 伯格夫把这些经文放在这里 但是洗礼毕竟是 象征着重生 重生是什么呢 包括洗和更新 不是洗礼的洗 是洗我们的心 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 这两句话呢 就刚好是相配于 约翰福音三章五到八节 从水礼重生 和从灵重生 从水和灵 水就是重生的洗 不是洗礼的洗 是圣灵接近我们的心 从灵重生 就是圣灵更新 我们是我们成为新的人 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一节 这水所表明的洗礼 现在也拯救你们 当然水不能够拯救我们 这个意思当然就是说 洗礼是上帝拯救我们的一个记号 一个的印证 这个洗礼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 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 这些都是洗礼 所象征的真理 最后第三点 波克福呢 因为他不是用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 他是荷兰改革中的 所以他不是用 威敏斯特所讲的三个恩惧 神的话 圣灵和祷告 第三点是神护理的带领 神的护理不单是正面的负面的 都是很大能有力的 来使我们成为圣洁的方法 这个护理与圣灵的运行 和神的话同工 在我们的天然的感觉 情感上做工 因此就常常会让神的宗教真理 再次地给我们加深印象 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就是说 神的带领 特别是痛苦 病痛等等 都是要我们心里面 更加地认识体会神的话 神的真理 我们要记得 上帝启示的亮光 是解释神的带领 必须的 就是说 不要随便去解释我们的遭遇 诗篇119篇71节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为了要使我学习你的律力 罗马说二章第四节 他丰富的恩慈 宽容忍耐是要我们 带领我们悔改的 希伯来说二章十节 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一处 他爱的他必须管教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在巴克的认识神这本书 他有一章是讲神的智慧的 整章是讲受苦 神的智慧的计划 就是要我们在痛苦中 学习顺服 学习圣洁 所以神的话 洗礼圣参 或者说整个的敬拜 再加上祷告 加上神在特别苦难中的带领 这些都是神所用的方法 来使我们成为圣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